Hello,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 Clash Royale 就是這個部落衝突王族戰爭 我改了作中文, 看看中文究竟它寫什麼 因為通常這些遊戲中文和英文的分別都很大 我平時就玩開英文 但是因為我早上昨晚就花了8個小時 睡覺的時候最好的就是開金色寶箱 因為它需要8個小時 我剛才就按了3個小時已經開了 現在開這個金色寶箱 它會給你多些金幣 冰通常都會比較好 還有更多卡 有一個Epic的 我稍後講一下這個 上面這裡免費寶箱 它可以儲兩個 每4個小時就給你一次 所以你不玩它都會有寶箱給你 我剛剛就不知道什麼事 有時候這些寶箱都會給你一些很好的東西 所以這些寶箱不一定是差的 還有我想這個寶箱是關於你幾多級 或者你幾多戰功或Trophy那些事 因為我先頭玩那個 我記得它是給我很多卡 以及給我一些高級的東西 就像這個這樣 看看牌 剛才我拿了這個Epic 這個骷髏骨頭 你看到它現在我有兩張 要升級呢 要400 我只有391 這樣就升不到 要開寶箱才有 那我就不升它 因為我想升其他 我先升這些 我會用的冰 希望我看看我能不能升級 因為我現在上面 你看到我差不多一半了 這些普通的卡 升級就最便宜 但是比的經驗也是最少 稀有就多些 但是我沒有那種冰可以升級 我試一下升級 因為其實這個遊戲 升級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升級你就自然會比較厲害 但是我欠9個經驗才可以升級 可能我要等下一個寶箱 拿些錢 拿到一款冰 然後才升級 那這邊就是它的商店 商店就有卡給你買 你不一定要抽 你看到你這隻的卡 只差一張 你很想快升級 你可以給錢買它 即是給遊戲裡面的金幣買 這些寶箱就是一些厲害的寶箱 它們裡面就一定有些Epic 就是用寶箱買的 就是用寶箱買的 寶箱買的 寶箱買的 就是寶箱買的 寶箱買的 就是寶箱買的 錢可以用寶箱買的 那些就是你自己 儲錢進去 就可以快些 玩得快些 這裡就有不同的DEC 讓你可以一早設定你想用的牌 就可以直接去打 不用每次轉 這裏就是你的任務 成就 基本上這裡玩下去 你就做完 拿些經驗 還有就可以拿些寶箱 其實如果我收這個 我就可以升級了 我現在先收了它 因為它有五個經驗給我 那就升級了 那升級有什麼用呢 你就看到升級的 因為你的國王塔 和護衛塔 是會更強的 這兩個塔 就是打當時的三座 所以升級是很重要的 然後到你三級 就可以去這裡做一個部落 我稍後可能會做一個 但要一千個金幣 沒那麼快可以做到 現在又打局 我找到這個是Lv.3 我也是Lv.3 但是我剛剛是Lv.3 所以它可能會更強的 不過試一下吧 最初每人都會有一個Epic 隨便抽 它就抽到一個Witch 那Witch其實挺強的 那我就有這個 骷髏軍團 那 它就有一個炸彈人 就可以一下子炸光 我的骷髏頭 其實這個握槍也挺強的 但是當然 它應該是懂得玩的 所以就被它引開了我 因為它這麼少兵 我就不會放兵出去打它 我要儲多些水 然後一次過就放兵出去 希望它不要有一個摘彈人 而且它的弓箭寫得很差 如果它是厚一點 就殺掉我的骷髏骨頭 所以 因為你知道別人只有八張牌 你可以數到 你記到它什麼時候用過 它什麼時候才會有 而且 你真的要玩得厲害的話 就要 計算別人 留意一下 不要說計算 留意一下別人用了多少水 有多少水 可不可以測試哪一張卡 因為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不會值多少水 才能測試到 它放這個肥佬出來 我又放過了 我那個LV3 所以更好 這次可能可以打完它 它又放這個 我放前一點 它就拿不到它的注意力了 中間這個東西就是 訊號不好 但是 經常都是這樣 不過沒什麼所謂 它通常都會好 它應該會輸 打贏了它 三個王冠 我一個王冠都沒有輸 拿了很多獎牌 獎杯 然後又有個寶箱 但是因為 我現在又有四個寶箱 放到開不了 那就 遲些再玩 下一集的 Clash Royale再見 拜拜